就是我想要演有一點 是不是聽起來很好看 我覺得是不錯的 哈囉 L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賈靜雯 今天我來挑戰 Ask Me Anything 我女兒都說我很幼稚 然後會跟著她們去遊樂園 玩得比她們還開心 然後 可能大家都覺得我看起來 柔柔弱弱 但是我私底下還是蠻大膽的 疫苗上工嗎 就是收工會有美食 我就會覺得說 哇那我很期待去工作 然後接下來就要去想說 有什麼吃的 今天吃的對我來講很重要 所以這個是我 上工最好的一個動力 保溫壺 精油 手機 我覺得每一個階段 上天都對我很好 安排了很多不同的樣貌 的賈靜雯 留在那個年紀 然後再近期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 我自己在余額當中的喬安 因為那個角色很深刻 代表了職業女性 代表了母親 代表了太太 就是她的所有的身份 都在這個角色當中會呈現 所以演起來會有一種 跟以往我演戲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我想挑戰 但是我覺得適不適合呢 就是我想要演有一點 女殺手加情慾戲 是不是聽起來很好看 我覺得是不錯的 當然是戀愛實境秀 因為戀愛實境秀 才會有很多粉紅色泡泡 在你生命當中出現 然後你可以看到很多 他們在談戀愛的那個過程 你不覺得很甜美嗎 每天去錄影的時候 應該心情都很好 你說 上妝前跟卸妝後嗎 其實 我本人沒有那麼嚴肅 可是每次大家都會把我放在 知性女性 其實我私下也是蠻沉巴蠻活潑的 所以那個差別 可能真的是要跟我很熟的人 才會看得到吧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